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录制了21集的中华自然医学食物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讲第7集 讲题是断糖生通饮食的禁忌 以及铜酸重德的副作用会不会发生 什么叫做正常饮食呢 正常饮食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就是长命饮食嘛 就是按照母乳成分比例的这个饮食 这种长糖生通也就是长糖生通饮食 它是一种均衡饮食正常饮食 不生病的饮食,长命的饮食 讲的就是这个,正常均衡饮食 蛋白质占10% 脂肪占40%的能量 碳水化合物占50% 那我们现在提的断糖生通饮食 是糖大概占2%到10% 那么脂肪占60%到75% 蛋白质占10%到15% 这个是讲的严格的断糖生通饮食 因为一般人都是用五成的葡萄糖做燃料 四成的脂肪做燃料 脂肪其中大部分会被肝脏代谢成酮 然后才提供细胞做燃料 我们叫做生酮饮食 那我本身呢,因为我燃烧葡萄糖的那个引擎 那个肌转好像已经坏掉了 完全没有办法吃任何的这个淀粉 只要一吃下去,血糖就飙高 所以我是做很严格的断糖生通饮食 任何淀粉的东西完全不碰 所以我已经做很多年 这个严格的断糖生通饮食 这个是不得已的 那我在临床上呢,做自然医学 目前也是用断糖生通饮食 来治疗中医西医都看不好的疾病 效果还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不过我也不是说什么病都可以做断糖生通饮食 对于这个没有办法照顾能力的胰岛素使用者 要很小心 因为你跟他讲了老半天 他可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没有了解 这个有时候会造成那个酮酸中毒 我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患者 所以要很小心 后面也有讲了一张叫做 胰岛素患者要怎么样慢慢做成断糖生通饮食 还有就是孕妇 孕妇我觉得还是营养均衡比较好 没有必要去做什么断糖生通 淀粉不要吃太多就好了 按照50%来吃这样 婴幼儿 我们也不建议去做什么断糖生通饮食 除了是像美国在1920到1930年代 对那种癫痫 吃药都没有办法好的这个癫痫的这个 Epilepsy的患者 可能会做断糖生通饮食之外 尽量不要 还有就是说器官衰竭的患者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吃东西的 连油都喝不下去 怎么做断糖生通呢 对不对 或者肠胃到完全没有胃口 另外就是肝功能衰竭了 都已经黄胆了 这个 昏迷了 你怎么做 这个 生通呢 他肝脏也没有功能了 也没有办法做这个 把脂肪变成同体了 心肺肾功能衰竭的人 这个根本也就不要再考虑了 还有我们讲到这个 断糖生通饮食的这个 副作用的时候呢 最主要是医护人员 常常有负面的看法 很多医护人员 我们叫做文铜色变 甚至我曾经在一个 医师营养师的一个蛮有名的网站 他说 这个不要生通饮食 其实他们没有搞清楚 生通饮食 有长糖 低糖 断糖三种 他说有七大致命副作用 这个还 现在还在网络上面 我认为是这个叫致命的专业错误 他说的这个断糖生通饮食会脱水 呕吐恶心 厌食 阴穴 甚至死亡 这个真是讲得有点夸张了 我觉得 这个应该要更改一下 不过很多人对油脂有恐惧症 那个不是 副作用 有人一吃到油就脏气 甚至有人一吃到就吐 一吃到就拉 这种人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肠胃道 可能几十年来 都没有吃到油脂 没有吃到这种油 比较油腻的东西 一吃到就很恶心 想吐 就把它吐掉 把它拉掉 这种人还蛮多的 比例还蛮高的 还有人吃的感觉很恶心 包括我本人在内 刚开始吃的时候 也觉得 哎呀 自己怎么这么命 怎么苦 要喝这个油 当然我们后来有调配成 很好喝的这个果汁了 起初都要用这个韩国泡菜 豆腐乳 很多东西来去压 他的这个恶心感 这个刚开始难免了 现在讲到生酮饮食 当然 台湾 能够找到愿意去做 出来做生酮饮食的医师不多 当然在国外会比较多一点 在台湾 大部分还是非专业的人士 比较在做这个生酮饮食 你说医师用生酮饮食来治疗疾病 恐怕好像只有 我本人在专门做这个 很多医师 营养师也都不认同 因为为什么呢 营养教科书没有写啊 对不对 可是 这个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嘛 很多人见证了以后呢 一传十 十传百 觉得效果不错啊 市面上也有很多书出来 这样 当然 有很多书都是写的 有错误的嘛 那我们讲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不管你专业人员怎么样 讲 做的人觉得对我身体好 他就会觉得这个 好像可以做 那专业人士 因为有他们的权威在 他们就会往坏处想 会比较负面想 那一般人呢 比较正面想 还有就是说 在 这个 大型的医疗机构里面 有时候不是个人的问题啊 有时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如果你随便就做这个 断糖生酮饮食 用这个来当处方 可能会受到你的 同事的批评 或者是 被老板找去问话 问他你怎么了 怎么会用这种方法来治疗疾病 如果说 像我本身这样 什么病都不用药 党固唇膏不用药 三酸肝油脂膏 做断糖生酮 高密度低密度 比例异常 做断糖生酮 糖尿病 做断糖生酮 几乎什么病都不要用药 那医院可能会垮台了 所以说 很多人以为 生酮饮食就是完全不是淀粉 其实这个也不对 你淀粉你几乎很难避掉 我们讲 生酮饮食分成这个低糖生酮 长糖生酮 或者断糖生酮 这个要先搞清楚 这样 所以 严格上来讲 我觉得断糖生酮饮食 并不是第一选择 你只要 一般人只要那个 淀粉不要吃太多就好了 那么 严格的断糖生酮 是不是有必要呢 其实也见仁见智 除非是像 我的患者本身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到 几乎就是说 尝试的各种方法都没有效 来到我这里 我就会给他这样的一个建议 这样 不过 他也是一个 其中的方法之一而已 并不是说 只有断糖生酮饮食 就可以治疗什么病 它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基本上副作用 我是 不认为有什么 不可逆的副作用 那 初期的不舒服感呢 其实叫做 葡萄糖戒断症候群 是暂时的这个感受 那严格断糖生酮 不可以超过多久呢 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像我已经很多年了 我没有感觉怎么样啊 我们很多这个患者啦 或者是有做断糖生酮的人 大家也都觉得还好啊 我们谈到这个 生酮饮食 就是要提到一个营养性血酮化 跟运动性血酮化 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 血液出现酮是一个好的事情 当然不能够到病态血酮化 好像铜酸中毒啊 饥养性 中毒啊 饥养性血酮化不好 也就是说一个人 他饿了就吃饿了就吃 以这个电腐为主的话 他身上完全没有燃烧脂肪酸 没有变成铜 所以他的铜都很低啊 可能0.1以下 如果他饿半天 饿一餐 或者饿两天 那么 他的这个铜就会升高 可能会到1.0啊 1.多这样 像我们 做生酮饮食的人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血酮 叫营养性血酮化 良性血酮化 控制在1到3这个之间 当然你如果去运动的话 燃烧脂肪 那么你的铜又会增加 所以我们讲 生酮饮食的人 希望能够把血酮 控制在1到3左右 这个尿如果出现酮 你也不必紧张 可是尿的这个变化比较大 那 有人很担心 会发生酮酸中毒 其实 激励非常非常的低 那铜酸中毒 时常发生在哪里呢 就是第一型糖尿病的病人 或者酒精中毒的患者 或者是 他也 像一些战斧云的这个俘虏 你不给他吃东西 水也不喝 一直给他操 用鞭子打他 叫他劳动 有可能会铜酸中毒 这样 那铜酸中毒 也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他所谓的铜含量很高 血液中的铜含量很高 可能到10个 minimole以上 同时他的酸减值 血液中的酸减值 应该会低过7.35 这样 那我本身 也曾经做过10年的急诊科医师 其实铜酸中毒 或者 HHNK 这种高血糖的 这个铜酸 或者铜酸中毒 我碰过不少 所以我 还相当理解 这种事情 还知道分寸 这个 也知道该怎么应付 这个 我本身就是做重症出身的医师 那 生痛饮食 患者 他有时候会觉得 我没有吃米饭吃不饱 这个根本就不是副作用 米饭 没有吃米饭吃不饱 那是 就是吃多一点青菜 对不对 没有吃淀粉 葡萄糖 没有葡萄糖 会很难过 会觉得 好像感冒一样 脱昏脑胀 情绪不好 这个时候可能就 破例吃一点巧克力 可能身体就会好一点 全身软弱无力 没有 喝油会恶心想吐 前面有讲过了 要习惯就好 蛋白质会不会不够呢 当然是不会了 蛋白质我们人体本来就不用太多的吧 婴儿7%就够了 那么大人10% 15% 引起胆固醇过高 这个叫做天方夜汤 胆固醇过高是因为发炎引起的 是内生内炎发炎引起的 不是吃引起的 不是吃太多油引起的 这个千万要 千万要注意 因为我的患者 胆固醇过高 就叫他多吃好油 少吃坏油 绝大部分都降下来了 这个也有很多文献 不是我自己随便讲的 还有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低油 现在的养生都用低油养生呢 所谓低油养生就是 胆固醇高不吃油 三酸甘油脂不吃油 这个都是错误的 你问我为什么跟医学中心的人 讲的相反 我只能跟你说我对的 他们错的 那因为事实胜以雄变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一定有新的观念 有人不接受新观念 那么我们也拿他没办法 会不会引起低血糖修课呢 这个是不会的 因为你就算完全不是淀粉 蛋白质还是会 一部分会变成这个葡萄糖 会不会引起铜酸中毒 前面想过了 胆结是可以吃生酮饮食吗 当然是可以 后面再还会提到 胆囊切除的人能不能吃呢 怎么样监测血液中的这个酮体 有没有必要 这个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篇章 会讲到这个 胆结实的患者 要不要限制油脂呢 事实上 人为什么会胆结实 就是因为油脂吃不够 比方说胆囊 它的作用是储存胆汁 你早餐不吃一点油的东西 午餐也不吃 都一直很清淡 那么你的消化系统就感觉到你身上都没有油 因为胆汁可以帮助油脂分解 所以胆囊里面的胆汁就一直储存 就没有被挤出来 所以就一直浓缩浓缩浓缩到最后就 结实就出来了 那所以说胆汁会结实的人 大部分都是吃太清淡的饮食 就是胆囊没有收缩 就存在里面浓缩了 如果你把胆割掉以后 还能不能吃生通饮食 当然可以 因为胆并不会分泌胆汁 胆汁是由肝脏分泌的 那肝脏还是可以直接分泌胆汁 怎么会不能吃油脂呢 油脂还是照吃 对不对 所以上面就是第七集的内容 好 这边讲到这里为止 谢谢收看